好在大陆目前最火的节目呢 不止收视率要好 同时要引发各种话题讨论 比方说我是歌手就是一个 因为很多歌手呢 在上了这个节目之后呢 由黑翻红又开始红了起来 另外呢最奇怪的是 每集节目都还没有播出 就已经有网友知道比赛的结果 而最新的消息就说呢 这个虽然新小棋继续打出了温情牌 但是最后惨遭淘汰 一首亲爱的小孩 新小棋唱到泪绝体 连续两周走催泪路线 沉寂反到每况愈下 陈出在最新一集中 新小棋温情牌失效了 据现场观众爆料 第十七被淘汰的是新小棋 大陆我是歌手节目采预录方式 随着收视飙高 比赛结果总是提前曝光 本周齐琴专场参赛歌手 全都翻唱齐琴的歌 最受关注的林志炫 以夜夜夜夜再度被预测 拿下冠军 原唱齐琴 沧桑狂放林志炫 美声全是别具清新风格 更在大陆媒体刮起一股 讨论旋风 他就是带着好歌来找知音的 找台湾名嘴上节目 谈台湾歌手为何能在大陆翻红 从极极剧透到成为谈话节目主题 一个歌唱节目红不红 就能窥之以二 总体新闻综合报道